只要我们自己持续加大科技的投入 提高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美国主导的技术脱钩 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一期我们说一说外媒的一个评论 说从中国的科技脱钩的风险上升 美国把中国立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和遏制的措施 这里面就包括政治的孤立 军事挑衅 贸易的压制 经济的包围 舆论的诋毁 科技脱钩等等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起了什么效果 不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脱钩 这个措施还在持续的加码之中 有可能在未来对中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香港的亚洲时报在5月5号 发表了三位欧美经济学家的文章 分析了西方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的风险 文章认为中国已经起的相当大的成绩 在许多技术创新指标上的表现良好 在相应的领域的世界排名上也比较靠前 甚至有一些排名世界第一 比如科技出版物的数量 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毕业生的数量 专利的数量和顶尖大学的排名 但是这些指标中也有隐含的劣势 因为这些指标中的大多数衡量的是数量 而不是质量 而中国在创新质量上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比较大 比如中国出版了大量的科技出版物 但是在被高度引用的出版物 这个是衡量研究的影响力和独创性的一个指标 这个方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中国的研发支出是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支出的比例 尤其是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 仍然低于许多工业化的国家 近几十年来 中国在STEM领域毕业生的受教育的程度 是远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 但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许多领域 仍然缺乏顶级人才 中国虽然申请了最多的国际专利 但是以对科学影响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来衡量的话 这些专利的质量仍然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 因此文章认为 在保持数量增加的同时 提高质量是中国未来科技创新的关键 应该说 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客观的 我们应该看到 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 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封锁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技术封锁 包括禁止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对华出口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美国近些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和政府的命令 限制美国学术机构与中国的科学家进行交流 甚至对一些同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学家进行政治迫害 启售他们危害国家安全等等 对于这样的封锁 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开放的态度 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 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像美国那样的反华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从其他的发达国家吸收技术 购买设备 并且加大与这些国家的科学家进行交流与合作 甚至吸引一些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来华工作 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成绩 毕竟中国现在也能够提供比较好的科研环境和工资待遇了 对许多国家的科研人员来说 这还是具有吸引力的 美国越是封锁 我们越是要开放 而是要建立孤立中国的技术标准 美国试图在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这些领域 制定排除中国的国际技术标准 比如说在移动通信的标准领域 中国企业已经在5G标准上占据了优势 于是美国就纠结了高通 洛基亚 爱立信 三星这些企业成立了一个6G技术联盟 起头在未来的6G移动通信联益 制定不包含中国企业的技术的新标准 但是这样做法注定是徒劳的 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 足以支撑起国际性的技术标准 因为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市场 我们选择的技术标准 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这样的事情 在3G技术标准制定的时候就上演过 当时中国企业都在3GPP组织中 与国际企业一同制定了WCDMA的标准 然而美国的高通公司自己拉拢了一群企业 成立了3GPP2组织 主推高通的CDMA2000的标准 这些标准互有优缺点 但是最后还是以市场的选择为主 中国市场选择了WCDMA标准为最主要的标准 导致CDMA2000的标准逐渐的消亡 那在未来的6G标准上 这样的故事还会上演 我们有市场 我们就不怕美国孤立我们 只要我们自己持续加大科技的投入 提高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美国主导的技术脱钩 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